PC Home 又來啦 看看什麼好東西啊 萬眾期待 980 Pro 將會為我的 PS5 增加威力 它有送什麼東西 又是馬克杯 讓我們來看一下 SNK 竟然是 草治晶跟那個 什麼 雷丸喔 草治晶還有那個大門武郎 Kings of Fighters 九世 KOF九世的杯子 哇太all school 好酷喔這個 Seng So 哇好小一片啊 穿迷你啊 好來把它安裝進去吧 PS5加持 很簡單這邊握著這邊 稍微打開一下 往這個右邊 就拔起來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要把它裝在這裡 把這個螺絲捲起來 登登 然後我們再把這邊有一顆螺絲把它轉下來 好先把它放到80這裡 然後我們再給它輕輕的插進去 然後再把它做一個固定 好 然後再把外蓋給 放回去 這邊有個卡榫有沒有注意到 再放一次啊 它這邊其實是有個卡榫 我看到 卡榫對卡榫先把它插進去 然後再放鬆 然後我們再拿原本 原本是螺絲給它鎖回去 不用鎖太緊啊 我就覺得有鎖就好了 然後不要亂晃 OK 接下來我們把主機板給 把主機蓋給鎖回去 怎麼拆就怎麼把它推回去 perfect 好 開機 開機 希望980不要爆掉啊 呵呵呵 喔 當然要格式化啦 吹下去啊各位 喔 非常順利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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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場 那我為什麼會建議大家 PS5要買SSD 主要是因為 PS5硬碟掛掉 你主機就跟著掛了 就變磚塊了 所以呢 我們進來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設定 針對儲存空間的部分呢 多了一個 Sansung 980 Pro 2TB 這個安裝位置的部分的話 我們盡量避開主機的硬碟 我們之後就直接 鑽在 SSSD 那PS4遊戲我還是會用原本 我PS4的SSD 所以我等於有兩顆 Sansung的SSD啦 那接下來我就會想要把 主機的遊戲都搬過去 我會把 全部 全部都給他移過去 OK GO 好 之後 PS5的硬碟 我也就很專心的只負責開機 那剩下讀取啊 遊戲啊 我都會 應用程式啊 我都會放在 980 Pro 這個SSD裡面 減少我的主機的損傷 OK 以上就是980 Pro 開箱安裝的 內容 那我知道我現在的螢幕是比較爛的 不過這個BenQ雖然爛歸爛 可是它還是有 60Hz也就是60fps 也就是60幀啦 所以遊戲也是能開到60幀還不錯 加減用啦 我相信今年那個 Sansung的G7應該會在持續降價 接近一萬出頭的話就考慮換螢幕了 那麼會不會再說 2個 4個 3個 2個 2個 1個 2個